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是刷朋友圈 然而都不是 究竟宋丰义的梨是什么梨 又会有什么与众不同呢 敬请关注本期农广天地 网红梨养成绩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2017年8月11日 这一天对于宋丰义和理想战队的成员来说 非比寻常 他们即将迎来一年中最为忙碌 也是最富有挑战性的一段日子 因为他们一手打造出来的网红 即将再次与粉丝们见面 迎来狂欢之日 网红就是网络红人 他们是在现实或者网络生活当中 因某个事件或某个行为 而被网民关注而走红的人 那么宋丰义的网红是谁呢 又长什么样子呢 他身材圆圆的 个头在同类中也是个大块头 不过却很甜美细腻 完全靠气质取胜 见到他的人一般都会流口水 忍不住想要咬上一口 没错这个又大又甜的梨 就是宋丰义的网红 其实他可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宋梨 没错他就是最近红遍各大网络社交平台 如今拥有近40万的忠实粉丝 还在2015年销售之初创下了仅仅27天 销售量就超过20万斤的热销记录 2016年仅线上销售额就高达 1680万元的网红礼 那么同样是网络营销 宋丰义的理想战队 又是如何创造出令人惊艳的传奇战绩的呢 宋丰义先说了四个字 口碑营销 我们的核心来源于我们的品质高 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也是我们形成口碑传播的一个基石 不过虽说这酒香不怕巷子深 但互联网农产品需要通过各种手段 将产品的口感传递出去 再好吃的梨看不见 摸不着也是无人问津啊 那么宋丰义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 迅速打开销路将梨捧红的呢 别着急 我们先跟着宋丰义去他 位于山东省林仪市兰陵县大众村的梨园 一探究竟 今年宋丰义的梨树涨势喜人 梨也即将成熟 每年都有将近一万吨的梨从这里产出 我们这梨是两千年种的 是在日本引进的风水梨 它的品质非常高 现在有两千套梨 风水梨是原产于日本的梨品种 品质和口感极佳 在当地已经种植了17年 金黄色的果实 每颗都饱满硕大 平均在400到500克 有时最大能达到750克 而且果实甜度高 果肉细腻无渣 高品质的农产品标准化生产 是农产品电商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这一点宋丰益在创业之初就深有体会 出生于1987年的宋丰益 大学时学习的专业是艺术设计 而大学毕业后所从事的是营销管理的工作 这些经历听起来似乎都与农业有些遥远 那宋丰益究竟是为什么又回到家乡 开始卖梨呢 其实2010年最初的想法 只是想帮父亲把家中滞销的梨找个销路 但没想到最后却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出于职业习惯 宋丰益先做出了两份市场调查 一份是有关梨市场的产销情况调查 另一份则是消费者对于市场上水果关注度的调查 宋丰益了解到 当时我国的梨市场处于供过于求 产能过剩的局面 所以才会造成自家离滞销的情况 而第二份的调查结果 他发现消费者对于国品的关注度 依此为安全 品质 价格 品种 产地和功效 凭借自己多年的销售经验 宋丰益觉得这也许是个转机 如果能大幅度提高好果率和梨的品质 将每一颗果都做成精品 那么自家的梨是否就能在市场上脱颖而出 买个好价钱呢 第一个 居民收入水平都提高 生活品质需要提高 中国现在处于一个上升期 不管是国家提到农业的集约化 标准化 或者说是中产阶级崛起 都是一个消费提高的信号 这个当中我们觉得有潜力可挖 再有一个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十几年的积淀在品质上 2012年早春 早有创业想法的宋丰益 不顾家人的反对正式辞职 回乡接管家中400亩梨园 然而对种梨技术一窍不通的他 该从何入手改革果园呢 宋丰益曾听父亲说过 村子里在2000年引进风水梨时 几时就推行日本的标准化管理技术了 比如采用棚架种植 控制结果量 但是没有几个村民能做到规范的管理的 于是宋丰益下定决心 制定了第一个改革目标 实现果园标准化生产 引入新技术 提高果品品质 宋丰益先在自家果园里 画出十亩地作为试验田 可是刚开始改革 他就闹出了一个大笑话 差点把父亲的十几棵果树给毁了 我当时就急了 居然给黎叔浇牛奶 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原来出馆果园的宋丰益 当时发现市场上的牛奶草莓蜂蜂蜜一事 于是就想 是不是给黎叔浇点牛奶 也能让黎变得更好吃 更畅销呢 所以回来之后 他就照猫画虎地 直接把买来的牛奶浇在黎叔周围 谁曾想 吃了大亏 因为用牛奶浇灌树木 树体根本无法吸收营养 反而被树体周围的微生物所吸收后 大量繁殖导致根部溃烂 树体渐渐地忍并枯黄 我跟搞技术朋友聊这个事的时候 他笑了肚层 他跟我说 人缺钙可以吃石头吗 石头里边全是钙 同样的道理 牛奶是无法直接交给植物的 植物也无法吸收 它需要技术处理之后 才能够转化成微量元素 植物才能吸收 宋丰益通过这件事明白了 自己在农业技术上的浅薄于无知 从此松丰益开启了学霸模式 恨不得一天24小时在梨园里 一边学习 一边跟着父亲干农活 他说 做农业要从死科开始 也就是在牛奶教梨树的刺激下 他向山东农科院果树专家请教 得知给梨树浇牛奶并不是不可能 不仅如此 经过处理的牛奶 对果实发育和品质 尤其在口感上有很大影响 于是 他在相关专家的指导下 与专业技术团队合作 成功研制出了牛奶红糖植物 艳氧发酵液体肥 并取得专利 就是把牛奶红糖和古物等 按照一定的比例充分混合 在隔绝氧气的条件下 利用艳氧菌发酵 转化成果树能够吸收利用的 例如钙 铁 无机盐 水等营养元素 肥料会作为一种在果实生育期的速效肥 给果树试用 一般在采收前三十天 灌根湿入 经过两年的实验 离的可食率和可溶性固形物 有所提高 还有股独特的香甜 风味浓郁 当然 光喝牛奶是不够的 宋丰义还在当地相关技术部门的指导下 每年对梨园土壤进行测土 进行测土配方施肥 为植物提供稳定的生长环境 为了更好实行标准化的管理 果园采用水平棚架栽培 果树按照三米乘四米的规格种植 树形为三大组织开心形 让每个结果汁都尽量水平均匀分布在棚架上 这种棚架栽培的方式 通风和采光好 还能提高抗风能力 便于操作管理 做果期 每个组织基本上一米挂十个梨 精确到十到十五厘米一个果 确保最大程度的吸收养分和阳光 并且严格控制结果量 在病虫害防治方面 摒弃以前过分依赖农药化肥的粗放式种植 尽量多采用物理和生物防治 并且还在果园中散养了鸡 鸭 鹅 蚯蚓等 采用立体循环重氧模式 经过不懈的努力 鲤的口感和风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好果率能达到百分之九十 大果率平均达到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过去家中的果含糖量好的 也只在百分之十二左右 而现在含糖量平均都能达到百分之十四到百分之十六 当宋丰义觉得自己的标准化种植 已经能提高鲤的品质和好果率以后 2013年初他带领村民成立了鲤种植专业合作社 通过这种方式打开销售渠道 增加收入 还能推行自己的标准化种植模式 规范化生产 同时宋丰义提出雇佣工人管理果园 宋丰义引用了以前工作时 公司职工的绩效考核系统KBI 关键行为指标 他把所有技术管理环节 合理归纳为108项关键技术环节 要求工人必须按照操作规程 和考核内容严格执行 我们的考核内容涵盖非常多的细节 比如说浇水 施肥 减脂 等等等等这些细节工作 我们是一个平均值的KBI考核 每一个作业工人 这一个小组 他所有的绩效的95%以上的行为 我们会进入在超过的部分 我们有奖金 达不到的我们发一个基本工资 所有的作业长之间 也是这个考核制度 另外在年底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个大红包 就是哪个组的出的高品质果越多 他的奖金也会越高 最多不超过120% 最终 合作社雇佣了三四十个技术工人 经过培训后 开始接管果园 这些精确化细节管理 带来的是品质大幅度的提升 紧接着 合作社引进设备 对产品进行细致的分级包装 能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 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2014年 合作社的风水梨申请并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 顺利取得有机食品转换证书 甚至还通过与国际贸易商合作 将产品出口走上发展的快车道 产品得到了市场的高度认可 然而宋锋易却并不满足 因为合作社没有品牌 都是中间商二次包装 之后至少再转手三次 才到终端市场 这样合作社能赚的利润就非常少 只有5%到10% 所以宋锋易便打算着手建立自己的品牌 解决离远长远的品牌发展问题 于是事情就在2015年发生了转变 也让宋锋易牢牢地把握住了这次机遇 是怎样的机遇改变了宋锋易的发展轨迹 迎来新机遇 面对众多农产品品牌的义军突起 宋锋易和理想战队又是如何突出重围 成功创造了销量传奇 一步步将大众化的土生土长的乡村里 打造成网络上积极火爆的网红离的呢 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 本期浓广天地 网红离养成绩 伴随着我国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 网络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使我们的衣食住行更加便捷 如今互联网不仅深深扎根于各个领域 而且还促使我国的传统行业掀起了新的发展浪潮 互联网与传统农业的结合 已经成为农业创新品牌发展的新思路 于是当时的宋锋易也想到了互联网电商的销售思路 但却遭到了合作社成员的反对 面对着快速发展的新浪潮 新农人和老一辈农人在思想上再一次发生了碰撞 那么宋锋易又该何去何从呢 在合作社开会时 宋锋易的销售思路遭到了轰炸式的反对 社员中的长辈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出质疑和担忧 甚至自己的父亲也站出来反对 就是老一辈的人他的思维可能稍微落后一点 他认为互联网这些东西一看不见二抹不着 花了股东西前去推广 你换一百分数就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尝试是可以做的 这是大势所趋 所以说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尝试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未来的 双方各持观点 谁也不能说服谁 一直争执不下 最后宋锋易决定 合作社继续做线下销售 而他自己出资 组建团队做线上销售 也就是这样 最初的理想战队成立了 他们虽然年轻 却也是来自各行业的精英 也就是这支年轻富有无限创新思维的团队 最终成功创造了销量传奇 那么究竟他们是如何 一步步将大众化的土生土长的乡村里 打造成网络上极其火爆的网红里的呢 宋锋易觉得既然要做 那么前期的筹备就要完整明确 传统的网络销售应该是 依附于一线品牌 一级品牌 带有一定的流量 依附于他们的流量之下 做一些小的产品的销售 或者说营销 再有一个 农产品有一个季节性 它没法形成一个 一年之内短期的复购 它的年性不够 会差一些 所以说很难做品牌 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吧 我们做了这种 这个新的方式的 尝试 宋锋易决定 直接将李拟人化 将品牌人格化 像培养一个网红一般 使他更容易将品牌 打入消费者的心理 提升品牌的知名度 和信任感 而且 他们为自己的网红 设计了一个养成计划 首先 李已经具备了一个 网红该有的气质 而接下来 他们的计划是 第一步 制造热点事件 让人们通过互联网认识它 吸引关注 第二步 通过与粉丝互动 形成口碑 并逐步扩大粉丝技术 第三步 展开粉丝经济 经营粉丝 扩大品牌影响力 那我们明天就发布这个消息 制造消费热点 说来容易 实现起来却很难 依靠直播平台 淘宝店铺 还是刷朋友圈 然而都不是 他选择的是当时 国内最大的社群 这个知名的网络自媒体平台 不仅拥有知识类脱口秀节目 微信公众号 以及APP软件 而且他和他的创始人 都一样拥有众多粉丝 那么 宋丰益为什么会选择 这个网络自媒体 作为首发平台呢 2015年的时候 国内最热的就是自媒体 社群 所以说我们就选了最热的热点 当时才有480多万粉丝 这个庞大的粉丝群体 往往是拥有相同的价值观 某种认同感 而聚集在一起的 而且以8090后为主 同时 他们也是网上消费的最主力群体 当然也是宋丰益的目标销售群体 然后做了一个深入的链接推广 前提是我们的品质非常好 打动了它 给了我们在全国推广的一次机会 2015年8月29日 梨江战队正式在这个知名的 网络自媒体平台上 发布了一个招贤令 TV 来 领乡梨报回价 为梨征集营销思路 和一句不超过10个字的宣传语 当然还有奖励 参与营销思路的小伙伴 选出300人 各赠送一份梨试吃 第二个就是再高一点的 被我们采纳的小伙伴 每人中秋节和春节 各送十斤梨两箱 再加上一只梨员跑步鸡 还有一箱炒鸡蛋 另外还抽取了 是每十人有一份梨品 十斤的梨送三年 面对这样的招贤启示 很多网友都纷纷献起献策 也许只是一句话的事情 你就能吃到香甜爽脆的梨 许多人相信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所以热情异常的高涨 所有品尝过离的人都成功的路转粉 粉丝们的反馈都很好 在配合着积极的粉丝互动和宣传 宋丰义为离的发展走好了第一步 这次呢有两三万人参与 最终我们收了大概有一万五千条吧 选了一部分精准的粉丝 我们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和互动 然后有一些人进入了我们的这个顾问团 成为了我们的意见参与者 规则制定者 这个达到了一个出乎没意料的一个效果 非常非常好 拥有一批固定的粉丝群体 宋丰义从招贤令中吸取好的创意 趁热打铁发起了59元 种下一棵百年梨树 一起做地主的任养十年梨树的活动 仅仅只花59元 不是直接送梨给你 而是用你的名字 种下一棵属于你自己的梨树 在果树结果后的十年间 每年给你寄出十斤的优质梨作为回报 这一活动尤其受到了很多家长们的热捧 都是用孩子的名义种下一棵梨树 让梨树陪伴着孩子成长 而且每年都会收到十斤优质梨 也是一种惊喜 这次送风亦收获了十万多元的定金 而且每年会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 这一次的活动广受好评 让自家的梨在网络上更加出名 树立了好口碑 再一次圈粉无数 这个是根据我们第一次活动来的 我们用了一个十年一棵树 把这种深度长期的链接来锁住它 来弥补我们这个季节性的一个缺陷 任养十年树的活动结束后 送风亦不时时机的抓住即将到来的 中秋和国庆两大重要节日 在自己的网站店铺里 推出了不同规格包装的产品 例如单果重300克左右的十斤式吃装 价值168元 以及单果重500克以上的礼盒装 198至268元不等 以满足各种人群的需求 包装也力求简约清新 然后再积极推进微博 微信 社群的宣传推广 笼络更多新粉丝 在粉丝的经营上 老粉丝折扣 新粉丝抽奖等活动 进一步刺激粉丝的增长 仅仅27天 点销售十斤装 20,542箱 在网络上引起了轰动 由品质做宝 由粉丝做基础 送风亦团队真正开启了 礼的成名之路 当时初步统计 已拥有近30万的粉丝 礼也被粉丝们戏称为 互联网第一礼 成就了一个礼中的网红 网红礼走红了之后 礼的销量也实现了爆炸式的增长 2016年 合作社仅仅通过线上就卖出了100万斤礼 占总产量的10% 虽然看上去所占比例不高 但是按照网上美金16.8元计算 2016年仅线上销售额就高达1680万元 说起网红礼的成功之处 其中一个关键核心因素 便是送风以善于巧用互联网思维 让粉丝们建立了一种参与感和归属感 像是一开始的让粉丝们冲锋划策 任养果树等都是为粉丝建立归属感和主人公意识 以促进品牌的良性可持续销售 这不2017年 礼从4月份就开始预售 不少忠实客户早已下单购买 同样在业内引发不小的反响 而这一切的成功其实都是由礼的品质作保 宋丰义和他的队友 以及多年来老一辈农民的付出所得的回报 正所谓利不智而财不达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2017年9月 理想战队终于成功的 第一次把带有自己品牌商标的李送出国门 实现了自己的品牌梦 有人说宋丰义是幸运的 可他却说 只不过在恰好的时间 做了自己认为对的事而已 曾经互联网为世界开启了新的时代 相信在众多新派农人的努力下 未来互联网与农业的结合 也将缔造出传统农业的新天地 好了 本期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讯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